- Everybody sing that sh** -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阿嘎TV 我是阿嘎 今天這部影片 主要是為了蝦皮的賣家所拍攝的 我們想要讓賣家們更了解 身為消費者的心態到底是什麼 尤其是剛當賣家的新手賣家們 真的有需要去了解一下這部影片 到底消費者到底在想什麼 我們會用最簡短的方式來 為各位賣家進行解惡的動作 當然我們也希望各位的賣家們 業績也可以持續的長紅 所以畢竟這一塊真的是競爭非常的激烈 那當然如果覺得聽不清楚的話 我們都是建議帶耳機去關上的 那等一下下面的影片 我們會提出八個論點 其中前面三個論點 是比較基礎點的論點 那我們馬上來到第一個論點 第一個論點是說 商品跟店面的評價 其實大部分的買家一開始 如果要買一個東西的話 通常都會去看一下這個店的評價是怎樣 或者是說這個商品的評價是怎樣 不管是他即興關上這個商品 他想要買的 就是有那種衝動想要買 基本上大家都是還是會看一下評價 只有少部分不會看 基本上如果大家看到你的評價很爛的話 基本上可能就不會跟你買了 所以我覺得評價這東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不管你是新手的 還是老手 評價這東西真的是要兼顧好的 但不要為了充評價 去開什麼假帳號充評價 那其實有些聰明的買家還是看得出來 就是發現的話 他們就不會跟你買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還是老實點的好 第二個做賣家 應該都知道蝦皮有個東西 叫做蝦皮優選 一到一定的門檻中 蝦皮會給你這個蝦皮優選的 這個名字 就是他會在商品面前標這個東西 那怎麼拿到這個名字 其實我並不了解 但我覺得說 當如果人們看到這個蝦皮優選的時候 會對這個賣家更加的信任 也就是說 以至於會讓 我們消費者更想要買你的東西 那當然如果您決定要買這個東西的話 然後有看到很多商品出現在你面前 就是相同的產品出現在你面前的話 我們當然會優先選這個蝦皮優選的囉 第三點是商品說明欄 呃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以這個小米行動電源2來說 他會有一些規格表 還有一些 還有小米行動電源 其實有個特點就是 他在外包裝上面有什麼 防衛 防衛標籤欄 有些賣家會註明說 欸你今天有防衛貼紙可以可供查詢 然後說保固幾個月都標在上面 那把行動電源的規格都標在這個商品說明欄裡面 那可能相比一些賣家 他就是標記一些小米行動電源2萬 然後行動電源產品3C產品 就是標記這些東西 讓大家去吸引目光 那我覺得其實說明欄比較豐富一點的賣家 比如說他有特別提到 有防衛標籤可供你去查詢 不怕你這是假貨 然後還有提供你保固 那我覺得這類的賣家通常是會比較受歡迎的 就是對我來說 還有對我們一些朋友來說 我們會選擇那些 商品說明欄裡面 特別有對這些東西說明的人 還有你有把那個 商品的規格都寫進來了 我們其實會比較選擇這些產品 所以我覺得商品說明欄 這個東西真的有經營的必要 就是如果你多花一點時間 就有可能會吸引到一些 想要買這個東西的人 然後讓他們去購買你的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需要經營的地方 第四點呢 常常看到會有一些買家 就是給一個賣家 評一顆星說 欸這個東西 好爛好爛 還是說什麼 可能私底下要怎麼紛爭 他就會提出來 然後提一顆星 賣家就會回答說 欸你今天用評價跟我溝通 好那沒關係 我不給你保護了 那我覺得 這東西其實你應該是要在檯面下 得處理好的事情 那我覺得 今天他真的給你一心的話 你也不要直接在檯面上 直接跟他說 我不要給你保護了 這件事情 你必須用悄悄話去跟他談 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 當一個完全不知情的人 你直接看到 事情的末端 就是如果你直接去看評價 你就看到事情的末端 你就看到 欸 這個人去反映說 這個產品很爛 這賣家怎麼會直接跟他說 欸你給我爛評價 那這樣好啊 那我不給你保護 就感覺說 這賣家感覺很野蠻這樣子 那有人會這樣覺得啊 尤其是一些 如果是新來的客戶 就是 可能舊客戶不會這樣覺得 因為他肯知道你是什麼樣位 那如果是新客戶直接來的話 你看到賣家這樣子留言的話 因為你不了解事情的前後端 你就是只看到這個結尾 那當然就是可能會誤會 那可能就是 不太敢跟你買東西 我覺得這點就是要注意一下 第五個 同價位的選擇 同價位 假如說我們今天要買一個 小米行動電源 喔對 我們又提這個出來講 小米行動電源 假如說他今天 很多人 就是在賣這個東西 今天有750 850 950 想必我們人的眼睛 一定會是選擇 750 那個先看的 那 假如說今天750 這個提供保固 然後 提供你 提供你這防衛標籤去做查詢 就是 所謂的 贈品的查詢 既然你確定這個東西是贈品 他給你保固 那如果同樣都是 同價位的話 那我們其實 人就是會選擇 最低價位的去看 然後我們再 首先就是會看 前面所提到的 評價嘛 評價看完看留言 那留言看完我們就開始看商品留言區的內容 那其實同價位的東西 我們真的會去查 有沒有優惠代碼 優惠代碼這東西 真的是很重要 蝦皮會跟一些賣家去合作 做一些優惠代碼 那優惠代碼 錢當然是蝦皮所支付的 那我覺得 今天有沒有優惠代碼 這回事 其實就非常重要 假如說今天你有優惠代碼的話 我們就會優先選擇 向有優惠代碼 賣家去做使用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能不能跟蝦皮配合到優惠代碼 那這個配合細節我當然其實是不瞭解的 那就是說 其實你必須非常用心的經營 你的這個賣場 自然就會有好的收穫 那 折獲的標準其實就是 我覺得 講實體點就是看價格 看有沒有保固 然後就是 看這個東西的評價是怎麼樣 就是這三點了啦 也不會再多什麼了 第二點就是商品退貨了 我看到很多賣家 會在自己的商店界面裡面寫說 如果你向我訂購產品 但是如果你沒有去取貨的話 那我們公司會走法律途徑去處理 會向你寄純真信仰到你家 其實這件事情 我相信賣家心裡絕對會有個底 當你在同意 全家電到電合約的時候 裡面就寫到 今天如果你寄出去商品 買家沒有取貨 那個陳之偉 這個訂單沒有完成 那其實寄出去的這個物流費用 以及 在送回來的這個物流費用 其實他寫得很清楚 就是要賣家所支付 當然我覺得這樣講 對賣家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因為我也是覺得這條款真的不公平 但是他規定就是這樣子寫的 那 我是覺得說今天你 覺得這個規定不服氣 你要跑法院 那當然這都是OK的 因為 畢竟真的會有一些很惡劣的賣家 一直在亂你之類的 我覺得要跑法 我覺得要跑法院是合理的 那當然我就是必須講說 如果你要跑法院的話 我覺得你不要把這些字寫在 這個你的商店裡面 為什麼呢 你可能覺得這個功用 可以下阻一些想要亂你的客人 但是我覺得說 對於一些新來的客人來說 看到 你看到這個留言 我覺得說 我們會覺得說 你這個賣家打得很硬 就會不太想要跟你買 就感覺說 欸什麼 好像一出事情 你都要走法律這樣子 感覺就是 就是會怕怕的 就是還是不太敢跟你買 所以我覺得 今天你要走法律 OK 這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要把 你要走法律這件事情 寫在那上面 會引起人家的反感 不會趕走那些 想要亂你的人 反而會趕走那些 新來的客人 第七點 我覺得要接受適當的殺價 什麼叫適當的殺價 我們再舉一次 小米行動店的例子來講 今天同樣這間商品都是750 那如果今天你 可能是賣750 或者是價格更高的話 其實買家多少都是會有些聰明的 就是 他們看到你已經很便宜了 其實 不太可能會跟你殺價 除非他是奧錢 那假如說 今天同樣大家都是賣750 大家 他有可能會去跟你殺價 殺10塊錢 然後可能省個10塊錢 看你願不願意接受 或者說今天大家都賣750 你賣760 可是你可以用50塊的折扣代碼 但是他還是會想要跟你殺到750 我覺得說 這個10塊錢 時候你可以選擇性的同意 怎麼說呢 今天如果你的東西 比人家稍微貴一點 但是 我為什麼願意 去跟你殺價 跟你談談看 可能就是因為看中你是蝦皮優選 可能就是因為看中你的留言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所以我們才會想要去 試著跟你談談看看 能不能溢價 那假如說真的溢價成功了 你換得的是我對你的信賴與誠信 就是說 我會覺得你是真的有 誠心誠意想要跟我去做這個生意的 那我覺得你是 那甚至於以後我會想要 一直跟你買產品 甚至於我會介紹我的朋友去跟你買 那我覺得其實10塊錢對賣家來說 損失其實不大 因為10塊錢這種東西 再一段就有了嘛 那今天你用10塊錢買到誠心跟信賴 那何而不為呢 我覺得這10塊錢是有必要花的啦 當然要不要做那就是你的決定了 那我這邊只是舉一個例子而已啦 今天假如說一個客人過度的殺價 殺了560塊都已經到賠本的程度 那你大可以不要理他 你就跟他說這已經是 無法接受的價錢了 當然你態度還是得好一點 第八點 那假如說今天消費者跟你買個東西 那通常這個東西 通常你都是1到2天就出貨了 今天你搞到3到4天才出貨 甚至於說他在買了 甚至於他在買之前就有問你說 今天能不能出貨 你回答說可以 但是你今天卻沒有出貨 就是雖然說你沒有義務 你一定要快速出貨給人家 但是如果假如說你有跟他做約定 或者是說你這個店 本來就是表明出貨時間 就是幾天以內會出貨 但是你延遲出貨了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有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你必須跟你的客人說明一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舉我自己的例子來講 我前幾天買了個113塊的東西 那他其實過了3天之後還沒有出貨 那我覺得其實3天我還可以接受 那那個賣家其實就自己很真實來跟我說 這個東西他們那邊店裡面 其實自己都還沒有到 或可能沒有辦法出貨給我 他還要再等3週問我說 欸你要不要換一個 他問我說你要不要換東西給我 而且他讓我選擇店裡面200塊的東西 他願意用我原本113塊的價錢買給我 但我就會覺得說 呃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你知道嗎 就是對於這種很有心經營的賣家 就是他跟我說明原因之後 他還願意給我這個折扣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這樣的 但我覺得你至好可以去跟買家去做一個溝通 讓他至少不要誤解你 最後至少 讓他 甚至於說最後給你打一顆星說出貨速度很慢之類的 我覺得這都是你需要跟 買家去溝通的 那我覺得這都是你需要跟買家去溝通的 那當然有一些 賣家就是商業 那當然就是有一些賣家就是 事業做很大 很多個賣家沒有辦法溝通 那當然我就是覺得 就是近年能力範圍 至少要讓人家覺得你有在做就是了 因為像這個例子對來說 我就是真的覺得蠻感動的 我就會覺得想要以後都給他買東西 你知道嗎 就是會有那種感覺啦 裡面就到這裡結束喔 那如果你是身為賣家 你有把這部影片完全的看完的話 我相信你絕對是一個想要把賣場經營好的賣家 那我也在這邊做了 你可以把你的賣場經營的非常非常的好 還是感謝您收看RKTV 也希望您能夠訂閱以及支持我 幫我點個讚跟訂閱吧 我是RK 那我們在下次影片中再見 掰掰